没有商业或政府组织 能需要一个人提供疫苗批准备 或任何其他疫苗的信息 为了预备任何服务 或进入任何地方 我想感谢德州政府 给我的桌子 美国德州州长艾伯特 期后正式签署了一项法律 禁止政府实体或私营企业 在德州要求民众 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疫苗护照 作为服务或进入的条件 据阿斯报英文版网站报导 截至6月10日 美国有16个州都颁布了 不同程度上禁止疫苗护照的法令 规定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 都不得使用的州 则有阿拉巴马州 南卡罗莱纳州 以及佛罗里达州等9个州 美国德州休士顿卫里公会医院 曾强制要求医护人员在6月7日前 完成中共病毒疫苗接种 有117名员工正式对院方提出了集体诉讼 指控院方将他们当场白老鼠 强迫他们接种疫苗 而拜登政府目前对疫苗的态度是 强烈建议民众施打 但是不要求行政部门或机构 强制员工接种疫苗 新唐人雅的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